AE86的引擎终于报废了 拓海挨弱心思 觉得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 他希望能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 修复引擎 但现在的引擎根本没有修复的可能 只能进行更换了 拓海真的心伤不已 喜欢的女孩竟然和大叔进行圆交 喜欢的车子竟然也坏了 拓海眼泪止不住地流下 他在文太大叔的安慰下 痛苦地抽气起来 第二天 拓海总算好过了些 他一出门 就将目光锁定在了86停车位上 然而一眼望去 却是空空如影 拓海的心里顿时十分失落 感觉就像是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家庭成员 甭体多沮丧了 但目已成舟 86的引擎已经报废 拓海只能悲痛地踏上了前往学校的旅程 抵达学校后 拓海刚打开储物柜 就被阿树偷袭 阿树满脸的兴奋 嚷嚷着红日车队和帝王车队 今日有交流赛 阿树提议 让拓海开86带他一起去看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拓海原本就因为86的事闷闷不乐 阿树偏偏还得着一个劲地提拔6 拓海瞬间没了精气神 一句话不说地走了 一头雾水的阿树呆呆地愣在原地 拓海究竟怎么了 但还是先追上他再说吧 追到拓海后 阿树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诉说这场比赛的事 他认为高桥两届会赢 至于帝王车队 也就让着车的性能好 为所欲为 其实技术一点也不咋地 这已经是阿树第二次戳中拓海的痛苦了 拓海有些忍不住了 不要一无所知就胡说八道呀 阿树终于明显地感受到拓海有小情绪 但明明拓海也很讨厌帝王队 阿树实在搞不明白 为什么拓海会生气 拓海只好故作轻松地表示 自己没有发脾气 只是今天有点不方便 就不去赤城看比赛了 你还是和持股前辈他们一起去吧 拓海随机就大步离开了 留下阿树一脸震惊 今天拓海到底是怎么了呀 此时画面转到加油站中 持股他们已经得知拓海昨晚在赤城输给星1了 众人很是震惊 不知道拓海昨晚到底出了什么事 听说比赛中途86停在了路中间 现在拓海也没来上班 大家都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优衣大叔于是给藤原豆腐店打去电话 但没人见 这让优衣也很是心骄 而就在这时 高桥起届开着FD出现了 起届是来找拓海的 不过拓海今天休息 起届感觉有些可惜 毕竟错过了亲自鼓励偶像的机会 他只能拜托持股 将自己的想法转告给拓海 昨天的比赛结果无效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 但我绝不承认86输了 而八六的仇 我们赤城红日一定会报 起届也是一番豪言壮语 如果拓海亲耳听到的话 估计都得感动哭了 而持股的人在听到起届的话后 也当即追上去表示 他们今晚会去给赤城红日加油的 希望高桥梁界 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维护群马线的人要 这里也是有点好奇 他们怎么就不问问 八六昨晚发生了什么呢 帮羞后 拓海呆呆地躺在床上 脑海里一直回想着 昨晚八六引擎爆缸的情形 这时 突然有人朝着窗户扔东西 拓海刚想打开窗 看看是哪个混小子 结果一开窗 就看到阿树傻呵呵的脸 以及飞奔而来的大石头 拓海一个猝不及防 差点被砸到 阿树因此也立即蹲在地上抱起头 显然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看到阿树 拓海心情好了些 他让阿树就算扔 也要找个小点的石头啊 随后 他就将石头朝楼下扔了下去 没想到回谈几次 刚好砸到阿树的八五的车顶 拓海赶忙道歉 不过这件事本来就是阿树有错在先 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而被阿树这么一折腾 拓海也只能下楼了 拓海原本以为阿树是来找他去赤城的 没想到 阿树就说自己不去赤城了 他只是想和拓海一起去秋名山上跑一跑 拓海有些惊讶 不过就这样 两人随后就坐着八五前往了秋名山 车行半路 阿树突然开口向拓海道歉 表示放学的时候路过加油站 知道了拓海昨晚发生的事情 他对自己早上的言语很歉疚 拓海有些感动 这原本就和阿树没关系的 这里也不得不说呀 有这样的好朋友 拓海也是真的有福呀 阿树随后有一单奇迹的话转达出来 拓海也没想到 高桥奇迹要对自己说这些话 不过拓海不得不承认的是 当时他的确是一筹莫展 彻底输掉了比赛 他知道 自己根本无法追上京一的蓝艾沃三 在亲耳听到了拓海承认输了的那一刻 阿树不禁重新审视起京一来 虚腾京一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对此拓海没有犹豫 表示精益的技术确实非常给力 别说在赤城了 即便是在秋名 自己也赢不了 这里也没想到拓海竟然会这么说 是不是有些夸大的呀 而相较于比赛结果 阿树现在更关心86怎么样了 还能修得好吗 一提到86 拓海又遗谋了 他很自责 如果当时没去赤城就好了 这样 86就不用换引擎了 他现在都后悔死了 拓海不知道的是 此时他的老爸和灵木正治 正在秘密修复86 明晚 AE86就可以复活了 拓海其实已经察觉到 自己昨晚心境出了问题 因此告诉阿树 自己是因为遇到了很生气的事情 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去了赤城 比赛过程中 也只知道一个劲的踩油门 或许这也是老天爷在惩罚自己吧 拓海知道 自己以后不能用这种心情来开车 但无论如何 都是因为自己既不如人才输了的 见拓海还是很沮丧 阿树尝试转移话题 让拓海猜测赤城那边的情况 究竟谁会赢呢 对此拓海也不知道 觉得自己还没有看清精益的实力 就已经输了 不过虽说他并不知道神赢谁输 但和阿树聊完天后 拓海觉得心情好多了 原本今天一整天都很低沉的 然而拓海这时突然想起了 昨晚精益的话 让自己换一辆更好的车 在进行比赛 听精益的语气 就像是老师在教导学生的腔调 拓海忽然觉得很不爽 看来拓海之后与精益必有一战呢 与此同时 尖儿和尺骨正在前往赤城的上山路上 突然 一辆车从后面冒了出来 紧紧地贴着他们 这让剑儿感到很不自在 而当对方超过的那一刻 尺骨和剑儿简直是目瞪口呆 不光是因为对方是86 更是因为他们很清晰地 听到了涡轮血压阀的排气声 在装了涡轮增压的86面前 他们的车就像是停着被超车了一样 这台86随后迅速将两人甩开 尺骨和剑儿刚紧扔的汗都出来了 在这片区域呢 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86 这辆86的主人到底是谁啊 环面一转 此时的赤城人影绰绰 气氛相当的沉重 山顶上的吃瓜群众们 也在讨论昨晚 京一和拓海的比赛 既然86输了 高桥梁界的FC 就是群马地区最后的堡垒 为了群马地区的荣誉 高桥梁界无论如何 一定要挺住呀 这时 钟离一开始刚修好的GTR赶来 还很自然地就和装丝慎吴 站到了一起 这是他们唯一一次 一致希望赤城红日能赢 钟离一和装丝慎吴聊了一会儿后 惊奇地发现 两个人居然又聚在一起了 立马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挪 毕竟两人之前是死对头 忽然同框 还靠这么近 也太奇怪了 就在这一刻 石谷和GTR看到的86 也闪亮登场了 众人一看到86瞬间呆住了 是邱明的86吗 但仔细一看 是齐玉的车牌 车子的主人是邱山社 他带着自己的妹妹和美过来观战了 在86登场后 帝王队的蓝矮我军团 终于姗姗来迟 景一时隔一年 总算如愿已成地和高桥梁界再度对决 今晚 他要了结和梁界之间的所有恩怨 为此 景一特地准备了模拟战术X 这是特地为高桥梁界量身定做的 但随着倒数结束 比赛正式开始 双方一下就窜了出去 吃瓜群众们看得眼花缭乱 但不一会儿的功夫 在第一个弯道复兴 梁界就超车处于了领先的位置 熟悉梁界的观众感到有些吃惊 因为在平时的比赛中 梁界一般都会让对手领先的 今天怎么风格突然大变了呀 大家都很好奇 接下来会怎么样 何美看到刚刚梁界超车的一幕很兴奋 觉得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了 边上 秋山社一语道破玄机 其实在起步的时候 是蓝艾沃三占有优势的 他们两车在进入第一个弯道的时候 蓝艾沃还故意松了油门 所以蓝艾沃的车手一定有什么意图 还会故意选择后追的位置 不过能够看到如此精彩的比赛 也不枉被他们特地跑来赤城 正如秋山社推测的一样 跟在后面就是精彩故意的 她微微笑着 觉得这样一来就能将混蛋梁界的 所作所为技收眼底 自己对于梁界那如物一般的朦胧感 就会消失 精彩永远都不会忘记 上次输了之后梁界说的话 梁界觉得山路有山路的技术 赛道有赛道的技术 用追求绝对速度的赛车 磨练出来的技术来跑山路 是应付不来的 可精彩就是认为 技术就是技术 专业赛道上的技术 一定也能用在山路上 梁界不想和精彩进行无谓的争论 因此表示 如果精彩想要证明 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那等到她赢了自己再说 否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 就是精彩赌上全部信念 与梁界的终极对决 精彩的蓝艾沃 还是死死贴在梁界后面 这么久下来 她就没发现梁界的驾驶技术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根本和专业赛车没有区别 她相信 只要追求绝对的速度 得到的都是赛车场的技术而已 精彩也不打算跟着梁界后面了 她现在就要让梁界见识一下 自己苦练一年的技术 精彩随即眼神一变 一脚由能躲得上去 在偏食点火系统和四驱的帮助下 眨眼的功夫 精彩就并驾齐驱 并顺利地完成了反超 这让钟离一等 所有人看的目瞪口呆 现在她和装丝圣吴 都有一些紧张了 蓝艾沃真的是一辆 很恐怖的车子 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 也不知道高桥梁界 还有没有超车的机会 领先后的精彩心情十分畅快 感觉梁界那混乱的 山路最速理论不值一提 技术是统一的 不过是日积月累而已 自己一定会赢 跟在后面的高桥梁界 原本一路无话 这时也感受到了 久违的紧张感 精彩的蓝艾沃3 调教得真的很好 也完全看不出是死区 如果单笔加速的话 自己就真的无计可施了 不过梁界其实 昨晚就知道了这一点 眼下他必须出奇招了 直见梁界随后 主动擦到护栏过了弯 吃瓜群众看到后 都很匪夷所思 难道高桥梁界出现了失误 但当众人看到 即时气候才恍然大悟 此时的精役 已经创造了 赤城最快记录 不是高桥梁界太慢了 而是精役太快了 高桥梁界为了追上 也只能如此 目睹这一场景的 红绿车队队员很担心 毕竟距离终点不远了 再这样下去 恐怕要输 奇械可听不得别人说哥哥输 立即反驳 哥哥一定会打破僵局 虽然精役的厉害 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但是哥哥通过昨晚的比赛 已经收集到了 蓝艾沃的各种数据 哥哥一定不会失败的 高桥梁界的确掌握了 蓝艾沃的所有资料 虽然其偏视点火系统 和四驱的好处显而易见 能以低速挡 全力加速 只有在高速弯 才有可乘之机 这时到了一个右转大弯道 梁界发现 蓝艾沃车身 几乎贴住了山墙 速度也明显下来了 梁界突然微微一笑 他终于看到了一个 若隐若现 如同针眼般的突破口 领先的精一 时刻关注着梁界的情况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高桥梁界 为什么还不展开 追击的架势 难道放弃了吗 但他绝不是那种人呢 精一有些紧张 他知道 梁界肯定会在某些地方 动手脚的 现在精一 虽然处于领先位置 可心里总是忽赏忽下 精一很不爽 这是自己内心 对高桥梁界仍有畏惧感呀 而和精一的心态 截然不同的是 高桥梁界只是 异常兴奋和紧张 机会只有一次 他必须制造出 那真恐怕的突破口 观战的持骨和 歼二狠切梁界心急 只要过了这最后的弯道 终点就在眼前了 梁界到底 还能不能追上蓝艾瓦啊 两辆车终于告诉史莱 梁界一脸紧张 决定孤注一掷 他知道 精一的弱点就在右边 精一似乎无法 克服右侧的恐怖心理 所以右转时 一定会尽量贴边解锁 梁界随即在 围观者的注视下 一把方向猛踩油门 直接跑到了外侧 并且还有些不想伍德 紧紧压制蓝艾瓦车头 此时精一的心里 一万个草泥马在奔腾 被高桥梁界这么一折腾 自己蓝艾瓦的发挥 完全被限制了 而梁界就这样 压制精一的车子 直到最后一个 左转弯成功超车 高桥梁界不可思议的 率先冲锁 冲锁地区车手们 集体为高桥梁界欢呼 更让人兴奋的是 高桥梁界还创造了 惊人圈速的记录 得知比赛结束的 青一感到很意外 青一怎么可能会输 别说青次了 就连精一本人也很纳闷 自己的跑法 和高桥梁界到底哪里不同 自己为什么就是赢不了 这里也没想到 他倒是没投诉 高桥梁界不想伍德呢 梁界也很慷慨 将精一的弱点告诉了他 其实现在两人的技术 都差不多 但精一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右转 中线的右侧 本来是对向车道通行的盲区 超越中线的话 就会受到不知何时 冲出对向车的不安改影响 任何人都不可能 百分之百进行的跑 而专业赛车场 就没有这个问题 甚至帝王车队 在伊律波的主场也一样 那里是单想到 不会有对向车 梁界表示 自己就是看出了这一点 才完成一击必杀的 精一哑口无言的 听完这些后 终于心服口服 第二天 高桥梁界完胜精一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加油站 大家都在感慨梁界太厉害了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拓海 画面一转 此时在校园里的阿树 也在兴奋的 庆贺高桥梁界胜利的事情 就在这时 茂木夏树开心的登场了 他主动和拓海打起招呼 但拓海却静止走了过去 夏树呆住了 赶紧追上去问为什么 就换来拓海的一句对不起 不想和你说话 夏树瞬间待在原地 拓海从池谷那里 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有人半夜看见 藤原豆腐店的八六 在琼梅山上跑 拓海有些吃惊 他一点不知道这件事 自从八六引擎爆缸后 八六就被老爸拖走了 听拓海这么一说 尸骨很惋惜 该不会八六被拖到 某个地方报废了吧 拓海表示 这倒不必担心 因为老爸说过 要给八六重新换一个引擎 阿树一听就兴奋了 那说不定可装上涡轮呢 然而拓海就不喜欢 在他看来 引擎就像是人体的一部分 一旦换了 感觉也变了 另一边 藤原文他正在试驾 更换引擎后的八六 跑完一圈后 藤原文他胜在引擎太好了 好得让他的脚都跟不上 此话一出 右衣的好奇心立马上来了 他要求做副驾驶 切身实际地感受一下 文太大叔这次没同意 他拉开裤腿小腿上的压伤痕迹 原来 他一路在转弯时 都是用小腿实际地蹭着车门 才能支撑身体不倒的 文太大叔现在也没有决定 该如何调教这辆车 尤其是在这种高难度下 还要考虑到拓海那菜鸟般的技术 真是头疼啊 四日 不甘心的夏叔追问拓海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拓海被缠得烦了 终于开口 我们有没有再交往 你还是跟那个奔驰男友 好好相处吧 夏叔一整个愣住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拓海怎么会知道的呀 我成黑白 下期见